不幸被台中客运公车撞上而丧命的 20岁灵性女大生 她非常非常的优秀 她就读会计系三年级 在全校会计系会考的时候 她考到第二名 甚至她很热心是学校的志工 还曾经担任流行舞蹈社的社长 老师回忆起她 她告诉他们说 这个学生从不迟到 总是第一个到教室 她是个优秀的会计师人才 而针对于这件事情 东海大学也发了一个声明 他们对于这个客运业者 感到很愤怒 并且予以谴责 在今天 女大生的母亲直接崩溃痛哭 甚至也拒绝这个客运业者的慰问 临心女大生的妈妈 在弟弟的餐服下 强忍着悲痛 香烟遗体 做母亲的怎么也想不到 不成晚归的女儿 前一晚才打电话报备 要跟学姐散步聊天 说会晚点回学校 没过多久就接到二号 二十岁女大生的妈妈和阿嬤 还有弟弟来到火葬场 妈妈失去女儿的痛 难以言喻 第一时间客运业者要前往慰问 妈妈愤怒拒绝 检方商宴这一天 肇事司机也来到火葬场 司机戴着帽子不发抑郁 也没有和家属对话 直接进入检察官室 而跟林姓女大生一起逛街的 法律系学姐惊险逃过一劫 她的膝盖包着白纱布 从医院赶到火葬场 要见学妹最后一面 他们两人是在韩武社认识 感情非常好 林姓女大生热爱韩武 曾经担任社团社长 跳起舞来 律动感十足 洋溢青春气息 脸书上跟同学开心出游 看得出来是个开朗的女孩 功课也是一级棒 学校的官网上可以看到 她在会计学会考上 拿下第二名 还是校内荣誉生 校方说 会计系会协助申请荣誉毕业证书 只是这样一个会玩 又会念书的孩子 发生这样的噩耗 任谁都觉得心酸也不舍 对家属来说 更是难以承受的痛 华世新闻老人徐一文台中报道 嗨大家好我是盈彤 想要来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